Zwiffer品牌的挤压膏神器 减少这么一点点摩擦力 太害羞了 脱地气 我能看到这里 只有9个截图这样打印 整个人的气场就上来了 大大提升了我的幸福程度 前天在微博和instagram上 分享了挤压膏神器 大家非常喜欢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做一期 如何做一个专业的懒人的工具的分享 那么马上开始吧 那做一个专业的懒人的意思 大概就是找一些工具 提升我们生活中 本来要完成的一些任务 比如第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它是一个静电厨成胆子 这个是Zwiffer品牌的 然后它真的超级好用 我已经推荐给了身边的所有人了 他们都说很好用 平时在家里不是会有很多的落灰嘛 然后我以前都是用一个湿布去擦 然后擦完又要洗掉这个湿布 很多东西就是不能弄湿的嘛 所以我又要先把东西挪走 加上有些地方我根本够不着 然后又要搬小凳子啊 或者有时候要蹲下来啊 反正好多事情 好多事情 除灰原本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直到现在我有了这个之后 10分钟就能够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去灰了 首先呢它这个是一个静点的 所以它会吸附这些灰尘 它这个东西呢也不需要自己去清洗 它这些都是可以自己买到的 哪一个已经用了大概一个月呢 它就会变成这种灰色的了 它会把那个灰尘吸在里面 一般我会分两个用 一个是用来擦桌子的 一个是用来擦这种柜子上面比较多灰的地方 这个呢它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拉伸 我平时要擦到柜顶的时候呢 原本我不是要搬小凳子嘛 因为我很矮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之后 我基本上整个房顶我都是能够过得着的 然后我做这种去灰的家务之后 又不用挽尿又不用蹲下来 又不用搬小板凳 就是非常快速的 一下就插没了 但是以我的个人经验呢 因为虽然它会把灰尘吸掉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灰会掉下来 所以如果大家有多余的口罩的话 我建议大家戴个口罩 这样就不会把灰尘吸进去 但是整体而言清洗起来真的非常快 非常方便 这个真的是我居家工具 今年觉得买的最值的一个东西 它又不贵 但是大大提高了我家里的清洁程度 它还有不同的手柄的 所以大家买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个长的手柄最好用 平时说起来就是也很节省空间的 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挤牙膏神器 大家都知道睡眠时间 每分每秒都非常珍贵 我试过有一次早上醒来 就是太困了 太太太困了 然后我不小心把洗面奶当牙膏用了 当牙膏用了 但是还好 现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你只要把牙刷这样大力的弄进去 很快马上就有牙膏用了 就是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点 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 就是你减少这么一点点摩擦力 你就更快的更愿意去做了 那这样赖床的时间减少了 然后睡觉的时间又多那么一点点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那说完挤牙膏神器呢 肯定也得给大家安利牙刷了 有点脏 我好奇的问一下大家 大家平时有没有用电动牙刷呢 有的话扣1 没有的话扣2 一开始我还在想 电动牙刷这个东西还需要推荐吗 但是这款Softy的软毛王真的很好用 它这款用的是日本制作的0.01毫米超细软毛 它这个是专门针对亚洲人的体质设计的 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牙印经常出血的人 我找到两个旧的牙刷头 不好意思 然后对比就可以看到就是外国品牌的这种牙刷头都会比较硬和粗的 就是没有那么适合亚洲人的口腔情况 这种硬的毛用多了也很容易损害我们的牙印 Softy他家的动力是48000一分钟就是清洁能力杠杠的 我原本已经用的是我能买到的最软的刷头了 但是用了这个之后呢更能够清洁到我原本没有清洁到的地方 那第一次我用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牙印出血这个情况 因为我有很多牙垢后来的所有使用过程中都很柔软和干净 另外我推荐这款牙刷给大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它在后面呢这里可以是制作专属的刻字的 想想就是如果你给你喜欢的男孩子送一个带刻字的牙刷 他每天早上刷爱的时候看到镜子里的刻字都会想到你 啊太害羞了 我自己也是印制了和男朋友的一个情侣logo 当然这个牙刷也可以送给闺蜜或者家里人了 父亲节也快到了 如果大家在后面刻一个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觉得爸爸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都觉得心里甜甜的 可以开始美好的一天 那这款软毛王呢牙刷在今年的618呢有全年极少的现实优惠 早买早享受 第四个要跟大家安利的呢是一个拖地神器 就很多时候我倒垃圾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弄了漏水的东西 或者有时候煮饭呢也会把厨房那里弄到了一点 但是如果我要拖地的话得拌一个桶然后加清洁剂 然后再拖完又要把水倒掉 整个过程就是非常好吃 然后本来做饭就已经很累了 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些小小的脏呢就不愿意去清洗 结果厨房就是那些东西久而久之就很难清洗掉了 所以呢最近我喜欢这个swiffer之后我又入了他们家的一个便利拖地器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它会有一个清洁剂的瓶子 然后插进去之后呢再加上他们的拖地抹布 这个也是可替换的 那每次家里只是弄脏了一块地的时候呢 只需要把它喷一下 然后用这个拖地机器把它扫一下就好了 就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然后现在厨房也赶紧了很多 就是众所皆知 我是一个不喜欢做家务的人 但是有了这个拖地机器 我会觉得嗯还行 我觉得本来需要半个小时弄的事情 我现在两分钟就弄完了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所以也给大家安利一下 但确实就是这个便利拖地机器呢 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主要就是一个便利 然后能够节省一下做家务的时间 第五个要跟大家说的呢 也是我前几天发了超级无敌多人问我的 就是一个WiFi体重秤 是WithSense的 那原本我用的是MidiSana的一个智能秤 然后这个已经是可以自动 在你秤完之后输入你手机的 但是我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首先它是需要手机连来的 每一次我秤完之后 都得在那等着它 连上啊连上了吗 然后我才能看我的这些参数 其次就是它一定要脱袜子 它才能够识别把这个东西寄到我的手机上 那我早上有时候冷的时候 我就已经穿好了袜子 结果我就不能秤了 所以就很扫兴 然后最近半年一年 我都没有用这个秤了 但是我发现秤这个 其实它对我的一个饮食控制啊 还有运动量的提升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就是如果我每天秤一下自己 我能看到自己 哎呀我变轻了一点点 我的肌肉比例啊 又变好了一点点 我会很有动力 我觉得哎呀 每天都是很有成就感 是吧 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这样的智能秤 所以最近我刚好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智能秤的广告 然后就是这个withthings的 然后我觉得好像有道理 就是它连wifi的话就不需要我手机在旁边了 就是我只要起床的时候 我站上去 它这个参数出来了 我就能走人了 而且这个秤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 首先呢它 它是多用户识别的 就是差不多的体重 它会归类到是同一个主人 所以我跟我男朋友在手机里都是有我们自己的accounts 自己的账号的 然后我们自己的体重会被归类到我们自己的账号 因此呢就是一个秤可以多个人同时记录 而且很方便 什么都不用干 你只要站上去就可以了 第二这个秤就是不需要我不穿袜子才能够识别到是我 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 因为荷兰很冷 然后我们也没有地暖 所以不太习惯我起床就会马上穿袜子 然后第三呢就是它还会告诉我天气预报 我觉得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看天气预报呢就不用担心 忘记带伞或穿多穿少了 会比看手机更方便 第四呢就是你秤重的时候 它还会给你一个趋势走向 就是你出去变重了变轻了 都会能够看出来 不用自己去算 我觉得真的太方便了 这个秤我是太喜欢 大大提升了我的幸福程度 开心 第六个要跟大家安利的呢就是一个WiFi打印机 我用的是佳能的MG5750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型号和品牌 都有这个WiFi功能 这个WiFi功能实在太好了 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吧 你的打印机都不会直接在你的电脑旁边 而且有时候不一定所有资料都在电脑上的嘛 我记得我高中时候 我是走读的 所以我在公交上会背一些文科知识 然后因为我用的是APP来背诵的 每一次背完它会有一个总结的页面 所以我会把这个截图保存下来 然后回到家呢 我就把这些截图放在一个APP 然后把这些截图导进了APP之后呢 把它变成了一张纸 就是一张纸有九个截图这样打印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再要回顾一下昨天学习的知识 我就可以直接拿出我这张纸了 真的是非常方便 大家买打印机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个WiFi 现在说到我们最后的第七点了 就是这种手持蒸汽运斗 那用运斗这个习惯呢 其实是我认识我男朋友之后 因为他特别喜欢运衣服 一开始呢我也没有这个习惯 但是我发现了真的就是每一次运完这个衣服之后 看起来就会非常整洁非常专业 特别是如果要去面试啊 或者去开会啊 如果你把衣服运一下 就整个人的气场就上来了 然后这种手持运斗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这样 在这里注入水 然后把它放回去 打开下面的开关 然后这里就会喷出那个蒸汽 然后就会把衣服里的那些皱纹全部去掉 我这件衣服呢 拍视频前也是运了一下 会比那种皱皱巴巴的感觉会好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整洁 如果去见人见朋友 我都会觉得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可靠很干净的人 这种小的运斗 它的优点就是很便携 而且拿起来就可以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不能同时运很多衣服 就是因为它的水库有限 但是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可能一周只有两三件衣服需要出门前运一下吧 我就把它运一下 然后就把它放回去了 对我和我男朋友来说都是使用起来刚刚好的 这个呢我觉得是大学即将毕业或已经在工作的人强行安利 这个真的非常适合 OK那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了 其实也是我即兴想到的一个主题 然后特别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因为最近实在有太多好用的小东西了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能够对大家有帮助了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安利给大家专业来人小工具的话 记得在屏幕里告诉我 那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了 新来的话记得点个关注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